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庭理财当中 只有安排好了保险资金 才能够去做其他的投资运作 用保险建立收入保障账户 用保险建立健康保障账户 用保险建立养老储蓄账户 最后就是用它来建立长期的投资账户了 而我们如何用保险来做好家庭理财呢 本期节目我们就会请到 香港康宏金融集团首席财务策划师 董超先生 带您一起走进保险的世界 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保险公司它的主要的责任就是 当被保人出现风险的时候 它要弥补被保人的经济损失 现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 那么其实都是能 以抗通胀为最终的目标的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功能性为主的保险 更多的被适用于一些高净值人群 用于一些比如说遗产分配 今天做客本期 《非财勿扰》节目嘉宾 今天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了 那他是来自香港康宏金融集团首席财富策划师 董超先生 董先生您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知道其实在很多的内地中产阶级 崛起之后的话 大家又开始越来越多的人 咨询保险这样的一个理财的方式 其实保险我们应该去如何理解 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其实保险的话 从本质意义上面来讲 它就是为了对抗一个 未来的不可预期的一个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 那么保险公司它的主要的责任就是 当被保人出现风险的时候 它要弥补被保人的经济损失 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么但是现在的社会发展 特别是金融行业的发展 保险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 可能会有一些理财型的保险的出现 或者投资型的保险的出现 那么在这些保险的险种里面 它可能更多的作用是 帮助到被保险人能够抗到通胀 或者说财富上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值 甚至是有一些 比如说做遗产分配 或者是海外投资 这样的一些功能的出现 所以现在的保险的产品 也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作用 确实是 那其实说到这个保险的话 现在方面的话 其实保险跟过去的保险的话 也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其实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30年来的话 很多人也在早期的时候 也接触过这个保险 但是蛮多人的话 其实蛮排斥的 比如说像在日本的话 我们知道其实人均保单量 还是蛮高的 但是在中国内地的话 其实人均保单量 可以说也在全球排名都是莫几位的 因为大家为什么 这个保险的意识比较的低呢 其实提到欧美和我们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 在保险的人均拥有量的不同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 那我个人会认为 有几个因素是最主要的 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原因 第一呢 其实从历史角度来讲 保险业本身就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 它是跟海上贸易息息相关的 那么整个保险经济人的制度 其实在17世纪就已经产生了 那么在我们的中国大陆 其实在95年的时候 才有第一步完善的保险法的 这样的一个颁布 那么所以我们走的路 其实要远远落后于一些欧美 或者是日本的这些西方的 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 那么第二点呢 其实在我们内地 特别是内地的保险业 有很多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传统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的去阻碍它的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俗话很多人讲 叫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我们的整个人际关系网 可能是依托于一个家庭家族 甚至是乡里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会作为其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员 那么如果遇到风险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不是去靠一些组织化 或者是契约精神去规避这样的风险 而是靠乡里乡亲的帮助 那么其实这个对保险业来讲 本身是一种阻碍 OK 再次的话 其实本身保险业发展到现在 可能接近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保险从业人员的数字 包括他们的一些保险的 对于保险的这样推销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有很多的客户会反感 是的 对 会造成他们的一些本能上面的排斥 所以整个发展来讲 我们还是远远落后于一些西方的发展社会的 确实 其实我知道香港的这个保险业的话 其实发展的比中国力来讲的话 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其实有很多保险公司在香港这边来去竞争 其实香港的保险的话 我们大家很也是非常的好奇 其实香港保险相对来讲的话 一个保险业它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的话 您觉得它最大的这个目标性是什么 或者说它最大对于很多中产阶级的人士的话 他们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我接触过很多的内地客户 想来香港购买保险 是吗 OK 那么他们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边的 首先它的产品 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保险我们无非就是看它的一个产品的内容 然后它的费率是怎么样子的 包括它的一个公司的实力 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讲 其实香港的保险业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OK 那么对于中产来讲 它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就是它的一个财务的安全 是 那么财务安全可能涉及到的一些保险的种类 就是保障型的保险为主 就比如说一些重疾险啊 或者是医疗险 都是他们现在非常想要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方面 那么除了这个安全性之外 它可能还有一些投资的需求 或者说海外资产配置的需求 因为现在中产 其实它的意识会越来越强 它会想要去持有不同的货币 或者说投资于不同的地区或者国家 想来分散它的整个资产的风险 OK 那么所以在香港的保险 其实在很多程度上 也能够提供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对于中产来讲 其实它会有比较强的动力 去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海外保险的需求 是 没错 那其实说到保险的话我们也知道 其实它也是一种理财的方式 不少的一些中产也用保险的方式 来让自己的这个资产来去增值 那其实说到它跟股票投资 基金投资相比的话 你就保险的这个投资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作为一个财务规划角度来讲 无论任何的产品其实都可以适用于我们的整个财务规划的理财金字塔里面 是 OK 那么保险其实它比较偏向于防守性为主 我会认为保险其实是一个兼具防守和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防守比如说保障类型的保险 它一定是为了对冲一个风险 对抗一个风险 OK 那么很多类型的比如说储蓄分红型的保险 现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 那么其实都是能以抗通胀为最终的目标的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功能性为主的保险 更多的被适用于一些高净值人群 用于一些比如说遗产分配 或者是做海外的不同的资产配置这样的一些功能 所以就回报率来讲 其实本身的保险产品可能会比 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股票投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投资方式 它的回报率并没有那么的吸引 但是它的这种稳定性会被很多的高净值人群所认可 其实说到这个保险的话 我们知道蛮多的这个高净值人士的话 还是蛮喜欢保险类的这个投资 因为他们可能不需要你再为他们创造多么高的 这样的一个收益或者是回报了 或者他们有自己他们自己的一个做生意 或者说流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更重要的可能就是说这个财产一定要安全 是不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所以可能保险比较适合他们这种投资 相对来讲保险的整个安全性和稳定性会相对高一些 对但是保险里面其实它有不同的种类 如果比如说现在市场上会有一些投资类别的保险 那么这一些的话 它可能它的波动性就会跟股票或者基金差不多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也一定要去充分地了解 这个产品本身的特性是怎样子 确实是 所以这不同的保险公司 它其实是不是它的这个回报率也好 或者说是锁定器也好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本身来讲我们在建议 顾客朋友购买保险的时候 也是一定要货比三家 然后充分地去了解到这个产品背后的一个特性 也需要咨询一些专业的人士 然后让他们来给出建议 您觉得储蓄型的保险的话 他们能不能够跑赢通胀 其实通胀这个概念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点 无论是香港或者是内地 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通胀数据 那么很多人会认为说 如果我储蓄性的保险达到了年化回报率5%以上 可能这个通胀的数值就已经能够cover到 就能够把它给看到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通胀跟物价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误解 那么其实通胀的上涨一定代表着物价的上涨 但是物价上涨不一定是通胀引起的 可能是因为一些政策性的风险 或者说是一些供需关系的改变 所以我有很多内地的客户朋友 他会说我购买了一个保险 但是远远比不上房价的上涨 保险的回报率 那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房价是有一个很强的 这样的一个政府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存在 是 对 所以可能我购买了一个储蓄分红性的 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保险 它可以抗到通胀的增长 但是它并不一定可以追赶到物价水平的上涨 所以你要是想要购买这种类型的保险产品的话 还要考虑清楚 就是说它可能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回报 但是它最重要的是保障你这个资产的安全 不会出现这个贬值 是这个道理吗 那所以说比如说现在如果我们要是说 中产阶级去买储蓄型的保险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是做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会多一点 比如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子女的教育 还有的话可能为自己未来退休来做准备 这个的话您怎么看 那其实你都已经提到了 子女的教育基金和为退休做一个额外的补充是中产阶级购买这种储蓄分红性保险最大的两块原因 因为很多人都会意识到子女的一个教育会在将来可能会突然间对他们的财务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特别是希望子女能够在海外进行留学的这样的一些父母 那么所以他们会提前来做这方面的准备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养老金制度 如果是内地客户他会比较担忧这个养老金的问题 在香港的话可能会比较担心强基金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想做一部分的额外的补充 所以因为储蓄型的保险它是以分红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形式的 所以它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可以符合到这样的一个长期的需求 所以说这个储蓄型的保险的话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另外我们也看一下现在来看的话 有一些人可能也会买到自己不需要的这个保险原因是什么呢 买到不需要的保险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首先在于消费者他可能没有找到一个专业的并且负责的顾问 因为现在其实整个保险行业来讲 无论保险公司的自己的销售团队或者是保险经纪人 在香港地区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就会要有持牌并且有一个长期的固定的培训 那么其实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专业的保险的经纪人或者是保险销售 那么其实对你购买的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它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为你做一些量身定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和定义 是 那么其实另外一点的话我个人也刚才提到 就是建议在购买的过程中需要货比三加 因为其实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在 那我比较的越多可能我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越大 那最后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购买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行为 还是依赖于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我们所谓的人情 对会有人就推荐一些这个客户过来的 对或者说是本身是亲戚朋友在做这一行这样子 那么很多人其实从我们的中国人的角度来讲 他会觉得说不想去麻烦亲戚朋友 可能就是亲戚朋友推荐他也不多看这个产品 他就直接就购买了 那么这个很有可能会引起后续的比如说售后的服务上面的一个缺失 是 对那么在这个上面来讲我个人建议其实需要更理性的去购买保险 没错 所以说这个购买保险也是很大的学问了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更多的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 谢谢董超先生的分析 我们也是稍事的休息 这里是非财勿扰 我们广告之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非财勿扰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了 他是来自香港康宏金融集团 首席财富策划师董超先生 董先生在此欢迎您 我们继续刚刚我们谈到这个话题 现在大家很多的中产阶级崛起 比如说一个家庭年收入 大概在30万到40万人民币 这样的一个家庭收入的话 如果用保险的方式来做理财的话 您作为一个专业的理财顾问的话 对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其实从财务策划角度来讲 保险只是一个产品之一了 但如果用保险的形式去做一个财务规划的话 其实一般来讲 如果30到40万这样的一个近年收入的家庭 我会建议有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会用于一个保障性的保险的配置 保障性的保险可能会包括一些意外保险 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和重疾保险 这样一些方面 这样的话可以为整个家庭做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安全性的保障 那么除了这个20%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性的资源分配之外的话 其实我们会有30%左右作为一个抗通胀 作为一个保值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的配置 那么这个保值功能可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 比如说储蓄分红险 它可以跑赢通胀率 那么可能就已经可以作为一个保值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体现了 那么除了这30%之外 可能还有剩下的40% 我们会用于一个增值的部分 那么作为财富的增值 其实也会有一些保险产品能够适用到 比如说一些我们香港市面上叫做投资相连险 那么当然它的这个波动性就会相对比较大一些 那么它会投资于一些可能是基金市场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同的股票市场 这样来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财富有一个可观的增值 利用复利效应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理财规划 那么最后的可能10%的资源 可能是相对于一些高净值人群会有一些帮助 就它可以进行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功能性的保险的购买 就比如说遗产分配的能够符合到遗产分配需求的 或者说能够符合到海外配置的这样的一些需求的 这些保险产品 那么当然这一类别的保险产品相对比较小众一些 OK 那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是不是对于这个理财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设定是很重要的 因为不同家庭他们对于理财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是的 不同的理财目标包括在不同的年龄周期要去实现这样的理财目标的难度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个人建议如果是要真正的去合理规划自己的家庭财务 或者是资产分配的话 其实需要一定有一个专业的理财顾问 来为你量身定做一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理财的方案 OK 然后再去在市面上挑选适合的保险产品 OK 那如果对于一个家庭来讲的话 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买过保险 是什么保险都没有的话 对于他们你的建议就比如说人生第一份买一份保险的话 哪种保险储蓄型的疾病型的还是什么类型的呢 这个问题其实有难度 有难度是很OK 因为其实从我们学术上面来讲 其实第一份保险可能是意外险 意外险 可能是意外险 特别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可能是内地的客户 他比较担心发生意外的这种可能性 对所以很多人他购买的第一份其实看到的是意外险 包括很多意外险它是消费型的 可能本身的需要投入的资源非常的少 然后购买也非常的便利 因为现在互联网的发展 所以有很多都是在网上购买的 OK 但是我会觉得说其实在保障型保险这个领域内 其实我们每一个家庭其实都需要配置完全 那除了可能是一些强制性 比如说社会保障或者社会福利这一块之外的 我们额外自己配置的话 其实无论是重疾险 或者是我们的额外的补充的医疗险 或者是如果有我巨额在务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的人寿险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举个例子吧 就具体讲一讲 就是有很多深圳的客户 他会比较喜欢买一些定期的人寿险 人寿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人寿险是一定要有申雇 他才会触发赔付的 因为他们有身上在深圳因为房价比较高 OK 所以他们背负了非常巨额的一个房贷的债务 对 那么他们会担心说如果自己发生了意外 然后失去家庭的经济支柱 对 家庭的经济支柱如果发生了意外 那可能我的家人就无法去能够还清这样的一个房贷 那可能就会对他们的居住的环境 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是 对 所以他会有一个买一个等额这种债务压力的定期人寿险 来对冲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真的刚刚你有谈到说 其实保险它在于这个 你防范 就是未来可能你无法预测的这种风险方面的话 它有它自己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存在的 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也谈到说储蓄型的可能就是防止你这个财富方面蒸发 然后比如说这个疾病型的话 就防止家庭如果出现重大的这个意外疾病的话 可能有一笔钱出来救急的话 对于你来讲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说一下这个重大的疾病险 因为最近这一两年的话在内地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险种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 因为一方面的话是这个内地的这个污染环境 那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投资者来讲的话 他们觉得说如果自己一旦出现这种重大的疾病的话 可能一下子可能会从中产跌入到一个这个贫困方面这个阶层 所以这份保险的话可能是需要的买的 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大家也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重大疾病险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也是一份这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其实在您看来的话这个重大疾病险也好 或者说是这种医疗方面的这个险 是不是在内地来讲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这个需要这个所需的这样一个险种呢 其实你刚才提到了两个险种 第一个是医疗险第二个是重大疾病险 其实不一样的是吗 对其实他们会有一个比较本质的区别 那么其实医疗险在很多内地朋友身上 他们是必须购买的 因为这个是强制性要求的 他们叫做商业医保 那么在这个医保 其实他我在进入医院 然后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过程中 他可以帮他弥补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上面的损失 那么很多人为什么现在他会额外再购买一份这个医疗险 或者说额外再购买一份重大疾病险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首先重大疾病 它从最初的产生 它就是为了用于比如说我在治疗过程中 或者我在康复的过程中 无法工作而造成的收入损失 其实这个是重大疾病险最初的这样的一个初衷 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的话 其实它并不是用于一个弥补医疗支出的费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如果在购买保险的时候 如果能找到一个专业并且尽责的一个顾问 或者说是保险的销售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帮你处理到很多的一些细节的方面 帮你去很好的去管理这个售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第一点重要的可能就是要看你接触的 那个保险的那个销售人员的资质 那我个人建议从我的经验来讲的话 在这行业做得越久的这样的一些销售 他们的自己的本身的无论是经验也好 或者说是对于整个保险销售过程的这种 专业性的把控来讲都会相对的比较强一些 那么这个可能大家平时也是购买东西的时候 也都是这样了对吧 就是时间越久经验做得越久的人 大家会觉得比较放心 那么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的时候其实刚才提到了 就购买的过程其实我们一定要货比三加 多看一看不同公司它的一些优劣 然后来选择一个觉得自己最适合的产品 那么在签约的过程中一定要 依据当地的法律法规来签署 就比如说在香港购买的话 其实是保监会的要求是必须在香港境内来签署这份合同的 那如果有任何的销售说在内地也可以签署这样的一份香港的保险产品 那一定是违规的行为 所以一定要分清楚不同的这种区域 它的一些法律法规的这样的一个区分 那么针对于具体的一个保险产品的条款来讲的话 可能更多的就是要捉到它的细节 我的习惯就是永远会去引导一些消费者去看他们的一个详细的条款 或者是背后的附加条款 因为其实真正的一些疑问或者是细节位都会在那个上面有做补充 而不是只看一个保险产品的本身的这个销售单张 因为那个其实它只会把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内容给你展示而已 OK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刚才也看您提到一点 就是说民众呢 内地民众的话也越来越多的来香港来购买保险了 其实香港保险的优势在哪里 其实我刚才提到保险有非常多的种类 那么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重极险 重极险其实香港的优势在于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可能在费率上面 就是本身的这个保费来讲的话 香港会更有优势 更有竞争力 是 对 第二个方面是可能它的整个保障范围 包括疾病的种类或者是疾病的定义 或者是整个保障的结构的设计会更成熟更完善 因为香港的重极险可能也存在的时间 也比内地要久的很多 那么第三点的话 其实香港的保险的公司 它会有做全球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所以它的险资是用于一些不同的领域去做投资 那么所以它的回报率相对来讲 可能比内地的保险公司提供的这些险种的回报率要高一些 那么最后的话其实很多消费者也是 内地消费者也是相信香港的法律法规制度和契约精神 所以他们会比较偏向于来购买这样的一个险种 在这边 怎么来看这个保险业未来在中国内地发展的一个未来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对 我也是在保险业中臣服的一员 但是我的判断其实可能在未来的几年 大家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来香港购买不同类型的保险 因为它的理性上面来讲 它的优势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我会发现这几年经过香港的保险业的冲击 其实有内地非常多的保险公司 他们会推出一些新的产品 那这些产品其实慢慢慢慢地就会变得更有竞争力 并且更适应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所以其实从长久来讲 我会认为说 其实来购买香港保险的趋势 可能慢慢地就会趋于平淡 甚至呢 比如说在哪一天内地的保监会 跟香港的保监会有个互通 你的香港保险也可以在内地的任何的城市去进行销售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其实就消费者就完全没有必要来香港购买保险 他在任何一个地方 他都可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产品 所以可能这方面的话 会越来越多元 越来越开放了 对 我觉得这一定是 对保险人员来讲是一个好的趋势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董超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了 那我们下一期的《非财勿扰》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